这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在新加坡的行程 不过上午没有公开 更让大家好奇了 那么今天上午他跟谁会面呢 就在大家猜之际 侯友宜在晚间松口了 说今天上午他去跟新加坡的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 以及东北区市长朱贝庆会面的两个小时左右 李志生在傍晚也贴出了他跟侯友宜的合照 并表示双方针对了城市的发展 还有碳排放等等进行了交流 同时他也很感谢侯旭长的利临 而就在侯友宜访新国之前呢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点名了两岸局势 现在是非常的险峻 而且台湾是中美最危险冲突点 侯友宜也在出访时候强调 台湾共好 两岸共好 世界就能共好 前外交官借文集分析 侯友宜的说法跟李显龙是相互回应 侯友宜出访新加坡 但他人还没踏上新国土地 总理李显龙先对台海局势表达忧虑 李显龙点名两岸情势险峻 侯友宜接求了 台湾共好 两岸共好 全世界都能够共好 台海的稳定 就是彼此之间要非常的理解 对方的想法 讲得非常得体啊 就是共好啊 没有一方独好的 我们跟没有必要把两岸关系搞得平凶站位嘛 我想两个人应该是两相呼应的 也可以说英雄所见略同啊 那么台湾是在这个冲突爆发点上 一点都没有错 不只是这个李显龙嘛 大家都认为台湾很可能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侯友宜抛出三大共好 打造侯氏的两岸国际观 而新加坡处理美中台事务的手腕 不选边站台湾能否比照新国模式 两岸之间避免冲突 要用平等真言友善的方式来对话 务实的交流 我们走出避免冲突和平的大道 我们不要低估这个侯友宜的这个能力跟潜力 他过去只是没有那个位置 没有在谈这个问题 并不表示他不能够做出政策的判断 他不管讲这个我们不做大国的棋子 或两岸共好 或者我们要做一个稳定的因素 这些都已经展现出他对刑事判断 能够找出对台湾最好的这个方向 此行会不会见李显龙、侯友宜三肩齐口 但侯友宜喊出两岸务实交流 避免冲突 想必是要化解李显龙的忧虑 也成了侯友宜的两岸莫尼卡 接下来李嘉日郭欣洋、林俊峰、林陈佑 台北新加坡综合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了最新的民调 显示2024总统大选如果是三角都的情况 侯友宜的支持度可以说是从谷底反弹4.9% 虽然赖兴德下跌了2.8% 不过仍旧是目前三角都的冠军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英龙 在中天节目新闻千里码就说 侯友宜没有崩盘 这一点让他有一点意外 至于赖兴德的民调是否已经到顶了吗 来听游英龙的原本说法 侯友宜这个上扬4.9% 然后赖兴德下来2.8% 我是有点意外 我的解读是说 这个是表示说 侯友宜这个是有抵制的候选人 抵制后 那所以他的濒临崩盘的时候 再重新再起来 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说赖清德 高到上次是36.2% 然后这次就下滑2.8% 所以也说明了一点 就是说即便是最强的总统候选人 他也不是真的是十拿九稳 就是说他会搭顺风车 一路就到底 我要讲重点是这样 不要觉得目前好像没什么事 就说哎呀 这个碰顶啦就这样子啦 我就跟你讲 选举千变万化 不是现在这样子就可以下结论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你刚刚谈到 外部的效应 今年是我觉得这一次选举 是比历次选举 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一次选举 因为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然后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关注 台湾会不会沦为乌克兰第二 在那样的一个情境底下 而这个中国方面也不断的释出 事实上用具体的军事行动 到今天为止都还在广州附近 在那边军事演习逐江对不对 三角洲附近 你可以看到这个两岸的风影 好像这个是 这个是不断的 那美国会让台湾就这样子被吃掉吗 就被吞掉吗 不可能嘛 所以整个国际社会其实也是 非常的变化莫测 是非常伪绝的一个一年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访新加坡期间 他也心细续证 这几天在新北市发生了市街头枪击案 侯友宜跨海下令警方要大扫黑 新北市长侯友宜走访宾海湾 宾乐亚征选酒店 考察绿色永续建筑 接着前往南洋理工大学 认真听取简报 希望把新创的经验带回台湾 由于他这一次出访 被视为是征战2024起手势 就连当地媒体都大篇幅报导 国民党2024最热门总统大选候选人 侯友宜是国民党内 支持度最高的政治人物 出访新加坡符合市长职责 又能展现外交能力 对联岸关系深具意义 四天三夜的行程保密到家 却在抵达新加坡的第二天上半天 完全没有公开行程 外界都来关注侯友宜 此行能够见到什么层级以上的人物 偏偏这时候大陆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 刚好出现在下榻的香格里拉酒店 出访期间依旧新系新北发生了当天开枪的重大枪击案 侯友宜跨海下令大扫黑 包括深夜的一家三口火警意外 更让他抵达新加坡的第一个晚上 一直处理到深夜几乎无法睡觉 侯友宜出访新国诉求让世界认识中华民国 外界期待侯友宜能够在新加坡提出具体两岸国际的总统级论述 记者李嘉瑜 郭先生 蔡炳鸿 同意的新加坡综合报道